它距离921地震的位置大概将近20公里的一个距离 相对来说在921地震的时候它的深度是比较浅的 可能就是数公里大概5到8公里这样的一个深度 那这次发生的这个地震已经到18公里深 那基本上我们认为应该跟921地震这个部分没有直接的关联 那它属于比较深部一些破碎带所引起的地震活动 而在土耳其的强震之后慈激勘灾团今天的工作重点 在于走访加基安太普的帐篷区 志工就像敲门一样一个一个帐篷走进去 了解他们劫后余生现在的心情 那么当地的灾民非常感动友朋自台湾千里而来 于是纷纷拿出了家里的小点心 这个是真果还有很多的茶水送给志工 也慰绕勘灾团的辛劳 住在这里的难民表示呢 他们现在的生活其实物资是相当充裕的 只不过帐篷区没水没电 而且面对未来不知道重建该从何开始 大家的眼神难免都是茫茫然 这个是网上充裔的 相当充裕之外然后了吧 这个是吧